好 新城乡公所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汉末 让家家户户贴春联 办理曼波幸福成好运龙来送春联的活动 邀请到了专业书法大师现场来书写 而规划北中南三个场次 让乡亲可以就近来取得大师们辉豪的春联 乡亲参加踊跃 现场热闹并且充满年节的氛围 新年乡中区北埔社区活动中心 23号送春联活动 向南合理台邀请书法大师用笔墨与乡亲分享 春节欢喜气氛 新年乡公所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汉末 让家家户户贴春联 办理曼波幸福成好运龙来送春联活动 邀请专业法师来现场书写 分享农历新年的欢乐喜气 活动分为三个场次 让乡亲可以究竟取得大师们辉豪的春联 乡亲参加踊跃 现场热闹而且充满年节的气氛 能够收取到欢喜的春联 纷纷感谢各位大师与乡公所举办的活动 他们都愿意牺牲奉献来为我们写这个书法 在这个春节年前贡献他们一己之力 把他们的书法的功力提供给我们喜欢春联的乡亲们 到这个地方来提供他们再过个好年 能够把家里这个门面整理干干净净的书法 我们的门楼等一些功课的一些文字等等 我们鼓掌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因为新城乡的地形比较狭窄的时候 跟北中南 昨天是在我们顺安村 顺安村 过去到新城中 移转到顺安村 中心我们都固定都是在北谱活动中心 以及明天 明天我们是在家里法庵公司天空的前面 有需要的这些我们乡亲希望永业 永业的到我们指定的地点来体验 跟大家共享盛景 我想这几年当中大家过得都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喜欢 尤其在新城乡是一个幸福的一个乡子 不管在社会福利方面也好 各项的建设也好 以及我们各项的人文等等 还有地方的团结的和谐的气氛 一起持续地永存在我们新城乡 是一个最快乐最幸福的一个新城乡 年关将近 明年就是我们这个农年 祝大家农人行大运 四十四岁 乡长和里他表示 感谢各位书画大师来到新城乡 将浓浓的春节喜气分享给乡亲 并且透过这次活动向乡亲拜个早年 书画大师们亲笔索学的春联 感觉自己非常的活跃 比起一般印刷春联更有春节的喜气 让新城乡家家户户增加年纪的欢乐气氛 乡亲们可以挑选四仪的字句以及字体 希望能够张力在家中增添更多的吉祥 以及如意能够欣详诚 也祝福乡亲们平安幸福 农年行大运 新春大快乐 曼波幸福城 好文宫中来 新城乡公所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恭喜恭喜 记者金鸿逸 谢谢江波道 好文宫 好文化 好文化